你好,現在是下班時間 若您對商品不滿意 需辦理退貨退款 請於收到商品期日內申請 請加入包裹上的賣ID 小老鼠AGG6048P 或上網搜尋長慶運通官方網站 寫退貨退款申請書 並詳讀退貨退款流程 果司將會為您辦理退貨退款 我前面拿走了 你剛剛沒有單面拆包嗎 台灣他們是不能拆的 那這也太那個 所以不要再網上買 還不能拆 驗貨都不行 所以不要再網上買 騙子一堆 你之前你的同學不就在網上買 幫我寫一下 4128888 4128888 4128888 你用手機打的話加02 02 02 4128888 對 對啊 用手機打呢 手機打加02 加02 4128888 對 好,OK,謝謝 好,好,好,好 哈囉,大家好 我是鬼州亞美 歡迎大家回到我的頻道 今天呢我想要跟大家說 我在台灣遇到騙子了 那我怎麼說呢 因為就是 也不是我遇到 是我們 我老公遇到騙子 他之前就是很喜歡上Google 然後在Google裡面 就會跳出一些那個廣告 包括那個FB 就是臉書上面 然後呢 然後臉書上面跳出一些那個那個廣告的時候呢 他覺得那個東西宣傳的很好很不錯 那是這樣子的 就是我之前在去年的時候在大陸 然後有給我老公買一件那個冰娘的T恤 然後他覺得那個冰娘T恤呢 就很好穿很好穿 結果呢 我老公呢 在那個網站上就看到有Nike的這個T恤 定了將近一千塊錢台幣三件 然後呢 我也不知道他選了什麼 然後他訂了之後呢 他也沒有說去就是截圖 然後包括那個網站先發到我的Nine裡面 然後從那個網站 現在他去找那個網站可能也找不到了 我估計他應該不是去那個Like的官網 而是那種宣傳什麼的 所以呢他就自己看看看點點點買買買 有時候他買了什麼我也不知道 然後他就有那個宅集便 然後就送貨的時候就說 哎先生你的貨來了 然後回看又是吃的又是什麼 然後他總共買過吃的 還買過手機支架 然後買過衣服 衣服就這一次 還買過鞋子 然後還好他那一次那一雙Nike 兩千多塊錢 然後結果我們是去那個 是去那個實體店買的 那個沒有虧掉 然後其他吃的嘛 我也不知道他買了什麼吃的 然後也就是他一個人在吃 然後之前就是我們那個小婷呢 然後就跟我講說不要在那上面買 然後就跟我講說那上面 我感覺像我穿著吃買 然後我就跟他講說那上面的話呢 就很多騙子 然後他就聽不進去啊 然後他就買買買買買 有時候我還跟他講說 我說你這個又沒有網站 又沒有一對一的服務 然後你這樣子的話 你怎麼有問題的話 你怎麼去 怎麼去找客服 結果今天發生了 這一次他終於相信了 你現在你相信了嗎 台灣有騙子 全世界哪裡都有騙子 那我 然後我給你們看啊 這就是 這就是他買的Nike的衣服 變成這樣子了 然後那個貨送過來之後呢 他就可能在半路拆的 剛開始的時候他們就 是你的尺碼 小小一點 然後呢 結果呢 那個宅集片就說 我們這個是不可以拆包裹的 結果他拆開一看是兩件 然後那個送 送那個宅集片的已經走了 就是已經又去送貨了 然後我老公就打電話給他說 那你這個東西我沒有拆 先我拆開一看就是 東西是不一樣的啊 然後結果那個宅集片的就說 他們處理不了這件事情 意思是說 要打電話到那個客服那邊去 結果我老公呢 打去客服呢 就是一個人工 那種智能的智能的回覆 就是你要加他們的Line 然後就加到這一個 結果我們一進到那個Line裡面去 哇很多都是被騙的 每個人都是被騙進去的 然後有很多人是沒有拿到錢的 有的人呢是直接開車到他們那個倉庫 那這個倉庫叫什麼呢 他們這個倉庫呢叫做 等一下我查一下 這個倉庫呢就是叫這個名字 然後呢很多人呢就是被騙 有的人連那裡剛好進 所以就直接去他們現場 然後給他們退款的 所以呢 在這裡呢我就覺得說 台灣為什麼還有這一種 然後我就覺得很奇怪 像這種包裹為什麼不可以拆 因為拆了不是我的東西 那我就可以退啊 那你再退回去 這樣大家不會受到傷害 我也不知道台灣就是 為什麼他們這種快遞 是這種規定 在大陸的話呢快遞是可以拆的 就是你送到這裡你可以拆開 拆開之後然後你驗證不是你的貨 那麼我不簽收你寄回去 甚至你可以驗貨 就是說這個東西壞掉了 那我不要你自己 就是去退回去 還有一種方式就是 假如我們是在淘寶上買的東西 那我們是拍照就是有問題 拍照給賣家 然後給他看說 你東西記錯了 或者是你東西怎麼樣 然後呢就是 這邊的話可以申訴 申訴完了之後 如果他那邊不退款的話呢 那淘寶這邊的話 淘寶這邊的話 你繼續申訴的話 是淘寶退你錢這樣子 而台灣這邊我不知道要用什麼網站 所以我老公他就是 之前在大陸也會在那個就是 就是網站上就是大陸用的是百度嘛 他在百度上會看一些新聞資訊 然後他也會跳出一些廣告 他覺得那些廣告鏈接跳出來也是貨到付款 那貨到付款的話呢 我們是可以驗貨的 然後驗貨不對的話就直接 然後就請那個快遞再寄回去這樣子 曾經有一次他就是遇到過就是 東西已經運輸當中壞了 然後驗貨壞掉了 那個是一個磨刀器 壞了之後呢 結果呢就拆開驗 那一次去的是順風快遞 然後驗貨之後呢 是壞掉的 後來就直接就退掉了 但是我不知道台灣這邊 是不是所有的快遞都是不可以 就是拆包驗貨再簽收這樣 我不知道 如果你們知道的話呢 也就是希望你們打在留言區告訴妖妹 因為畢竟我是才來台灣 然後我對這方面也不太了解 包括我老公在台灣這邊 就是說這麼多年 他也沒有在這邊在網上購物過 我還記得去年跟我老公去他同學家 然後他同學說他在蝦皮上賣東西被騙了 本來他買的是一個什麼很大的物件 結果他收到的時候就很小的一個物件 不太會使用網上購物 所以呢結果找客服也找不到 他就說哎呀就是弄來弄去他搞不懂 又要用耐又要用什麼 然後他就想說算了算了 不退了就當買個教訓 然後我老公這一次也是這樣 就是客服你找不到 然後宅急便呢 就是說請我老公打電話 打到他們公司客服 但是快遞的客服你也處理不了什麼 最多就是跟他問說 你們應該是要讓消費者 然後不要受到那麼多的傷害 讓消費者去驗禍 我覺得這個貨是真的不是自己的 那麼就可以退掉 但是對於這個快遞的這一封面就是 不給拆包裹驗禍這一封面 不知道大家有什麼看法 對我的看法呢就是我覺得可以感量一下 就是說讓消費者可以拆貨 然後驗禍 這樣子的話可能讓消費者受到更少的傷害 其實在這裡後來我剛剛上網看了一下 很多人都會因此這樣被騙 很多很多 當然呢我們今天這一次分享呢 就是說提醒大家就是在網上購物的時候 一定要很小心 然後呢就是說像這種不給拆包裹的話呢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被騙喔 被騙那種滋味真的是很不好受 然後我老公就說我被騙一次 他被騙一次 我被騙的那一次呢是因為以前就是我在淘寶上 淘寶上開淘寶店 那那是2010年的時候 2010年的時候開淘寶店的時候 然後結果就是我去充花費 然後就把那個錢充進去 然後呢就被騙了600塊錢 那滋味太難受了 因為當時2010年的時候 600塊錢我要工作好多好多天 然後才有600塊 然後最後就氣伏伏的 然後沒辦法 後來最後去吃了兩碗涼麵 心裡面安慰一點 然後我老公被騙一千多塊錢 我覺得在台灣這樣的一個管理制度 然後還會出現這種包裹被騙 常常被騙 我覺得是應該要該整頓一下 這一次呢就當作是一次教訓 然後在哪呢買東西就要很小心很小心 然後我也希望大家就是提供一個值得可信的購物網站 然後呢給姚妹在那個留言區這樣 這個鋪上去啊 我說 我肯定要鋪上去啊 我肯定要鋪上去啊 這個到時候我會鋪上去 我會截圖的 這就是老公網購的包裹 包裝很簡單 老公說是大陸貨 拆開一看果然是大陸貨 你那時候買的時候是什麼心情啊 我想我想裁縫一下你 買的時候心情是特別快樂 因為他好像有比較有折扣 但是我敢相信就是我老公 哪有折扣 沒有折扣嗎 你隨便亂講 你要騙粉絲喔 我哪騙粉絲 那你為什麼要買300多塊錢 你的東西比較有信任感 結果呢 結果呢 結果 然後 然後 然後我覺得你肯定是沒有在那個 官網裡面買 上次你那種鞋子是官網的 你知道嗎 不是官網 我是電 你搞錯了 對啊 你那個就是電來的啊 我就說你那個絕對不是官網啊 如果是官網的話就不一樣啊 對不對 是不是這樣啊 反正你還是不要在網上買了 我的建議是這樣子啦 一千多塊 一千塊錢 我又可以吃 三隻螃蟹了 好了好了 心裡面很不舒服 被騙了 那一千五百塊台幣的 拿去穿啊 穿剛好 很薄啦 沒有良感而已 這個就是 就是那種很便宜的面料 你們知道嗎 就很便宜的面料 是這個樣子的 給你們套上去看一下 這個 這個在大陸 十幾塊錢 我給你們講十幾塊錢 十塊錢 十塊錢都沒有 十幾塊錢 三件十塊 你看 這樣 乾脆給我穿好了 還有一件白色的 哈哈 先不要不要讓我先處理看看 這個包裝呢 包裝就在那裡面啊 所以我覺得這些人真的是很可惡 真的很可惡 為什麼要這樣騙 對不對 因為哪怕你就是 假如說你是粉 那你至少要有 Like的樣子 對不對 弄一個隨便記 隨便騙 這樣子 我不知道大家對這件事情 有什麼看法 也歡迎大家在留言區 留言 然後呢 討論 那如果你喜歡妖妹的影片 記得給妖妹 點個讚 分享給身邊的朋友 然後呢 記得訂閱哦 我們下期再見 拜拜